现在当务之急 咱们是把李基道 藏在那笔大洋找出来 找出这笔大洋来 咱们的日子都好过了 你们知道不知道李基道 把大洋藏在什么地方了 黄小姐是一请就到啊 你捏着我的七寸呢 我能不来吗 不好意思 阿清你不来啊 所以一上来就亮亮底牌了 你是怎么知道的 坐呀 坐下来慢慢说 有什么话你就快说 我在这儿见你 要是被人家看到了 他们会怎么想我 这儿我已经买下来了 不过这件事情没人知道 你就放心吧 坐 我举报欧阳梅 你是怎么知道的 偶然的原因 以前在谍报站干过的 有我的朋友 干吗找我麻烦 真是很偶然的原因 开始我百思不得其解 你想啊 欧阳和你舅舅是那么好的朋友 你和欧阳又是那么好的朋友 你怎么会去谍报站举报他呢 我太好奇了 也正是因为这点好奇 我就顺手查了一下 这一查 还真闹清楚了 想要多少钱 开个价吧 我不缺钱 那你想要什么 李继道是我的仇人 他也是你的仇人 我想杀掉李继道报仇 你也想杀掉李继道报仇 如此一来我们两个 就成了同道了 本来呢我是 不让刘安国抓你的 后来呢我偶然知道了你的秘密 我就让他先别抓你 既然这么说 我还得谢谢你了 原本呢也不用请你帮忙 但是现在欧阳他们绞进来了 还有白先生 庄先生 他们讲什么法律 要不然李继道早被枪毙了 现在弄来弄去 弄成了一个杀不掉他的结局 李继道在等秦省找回来 对 所以必须赶紧枪毙他 要不然以后再杀他 就只能打他黑枪 那太不过瘾了 我要亲眼看到李继道 被五花大榜压上大街 在万众瞩目之下被枪毙 那才叫一个痛快 这也是你的心思 对吧 对 是我的心思 那就是了 不过 你找我干什么 刘安国那个魂球 拿了我那么多钱 就是不给我好好办事啊 这几天我跟他在一块 他经常跟我提起你 说你漂亮能干 艳羡得很啊 他不是看上欧阳没了吗 他胃口大得很 是这样 刘安国呢 想请欧阳小姐去吃饭 你能不能陪欧阳一块去 把他拿下 你想让我去勾引他 这魂球耳软心活色迷心窍 这是最好的办法 不行 时间已经很紧迫了 要不然我不会出此下策 刘安国是指不上了 他这指上的 连当年的军阀都比不上 刘安国一向跟着国军办民政 这就是他们的作风 这跟水平没关系 我算是看明白了 就这家伙 他还不如李姬道呢 这国民政府的官员 那是一代不如一代了 这粮食可怎么办 我们办事处 今天还能凑出一百来斤 你这儿的粮食我不能再咬了 没事 我们凑合着还能吃饱 那要不然 我们再搞一次募捐呢 恐怕也磨不到多少 那就找钱先生再想想办法吧 开完了口啊 最近总是麻烦他了 我给他发电报吧 他在省里管财政 说不定手上还有赈灾款呢 已经定了 暂时不枪毙了 胡祥正带着人在县府的花园里 开膛破肚呢 到处都挖得一塌糊涂的 孔先生 你可真是个智多星啊 怎么又不杀了 暂时保住了性命 你们还怪有办法呢 我们的办法只能管个三五天 真正起了作用的 是白先生 白先生说要留着李先生有用 怕他来头太大了 刘安国不敢不听了 白先生是看欧阳的面子吧 我哪有那么大面子 小姐 有您的信 谁的 刘安国派人送来了 刘安国派人送来了 刘安国让我去吃饭了 怎么 这就顺杆爬上来了 不去 记得派人不去吃 对 其实白先生说的也有道理 我们已经欠了李济到一个人钱了 这次又欠牛主任了 正好 这次去吃饭把人钱给还了 白先生是不是吃醋了 怎么老胡说八道的 roller 功求不是 神经病 要好 руд 挑选 キノ 贼 挖这儿了 是一块银子 不是大洋 十两一定 共五十两 乾隆时候的 可能是从前买在那儿的 从前买的 谁说傻瓜 才会把钱 埋在自己花园里 还是有傻瓜呀 挖 给我挖 挖第三吃药 给我挖出来 挖豆有饺 听见没有 好 约在几点钟吃饭 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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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约的欧阳小姐一样吃饭 她怎么还带一个来 这庞启云也来了 庞启云 那小寡妇 您别看她是个小寡妇 美呀 这冷美人现在可不多了 有点意思 主任 这个女子大有心机 跟欧阳可不是一路子呀 是吗 小姐怎么还没回来呀 喜欢吃多吃点 谢谢 几点了 云姐 这还早着呢 来来来 不早了 我这还得演出呢 差不多快六点了 又六点了 我七点半要开演 要不 你们慢吃 我先走了 对对对 细微大 我送你 不用 云姐 你去吗 我不去了 一会儿我直接回去 好 那我先走了 谢谢您的款待 谢谢欧阳小姐闪光 表布 再见 再见 再见啊 欧阳小姐 那我也走了 黄小姐 你又不着急上场 咱们喝两粥 你能喝吗 这话什么意思 刚才我看你可是没怎么喝 那刚才欧阳小姐不喝 你也不喝 我跟谁喝呀 真的能喝 真的能喝 什么叫真的能喝呀 我留安国赤哨军界十几年 这酒桌上我能含糊 能喝就行 今天我就陪你喝几杯 来 给我倒上 庞小姐爽快啊 我给你倒上 来 庞小姐 来 我敬你 小姐 你怎么才回来啊 别提了 怎么了 那个刘安国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东西 他是不是赖喊们想吃天鹅肉啊 小姐 刚刚白先生来找你了 你怎么说 我说刘安国请你去吃饭了呀 啊 你 庞小姐请 庞小姐真是爽快呀 怎么 是不是 看上欧阳了 庞小姐这话说的 请她吃顿饭就是看上她了 看上她不奇怪 看不上她那才叫奇怪 那这说句不奇怪的 欧阳小姐大美人啊 谁看不上啊 还有庞小姐 你也是一位大美人 对不对 其实啊 我请欧阳小姐来 就是跟她谈谈 地方上文化的事情 谈文化 那你可请错人了 哦 谈文化 你应该请庄丰宴 庄先生吃饭呀 要庞小姐 你可真幽默啊 我怎么听说 这欧阳小姐 是你舅舅的情人 情人谈不上 他们两个只是比较谈得来而已 真的 当然是真的 是不是情人我还不清楚 那外边都是瞎传的 我怎么不信 李济到这个老东西那么规矩 进水楼台啊 我不信他不捞这月亮 你不知道 他呀 讲心服口服 他从不勉强女人的 那欧阳小姐到底服了没有 差一点就服了 太费劲了 我跟你说我可没着耐心 心急盖不了高楼 心急啊 只能上孟春楼 庞小姐 有点意思 你跟这欧阳小姐 还真不是一类人啊 当然不是 她上过教会学校 心里头有上帝 而我呢 这么多年一直住在关崖里 这住在关崖里 有什么不一样吗 住在关崖里呢 就不把自己当成一般人 这我心里啊 就不以为自己是一般人 庞小姐还真不是一般人 庞小姐还真不是一般人 怎么样 欧阳的事情 要不要我给你指点指点呢 庞小姐 请说 你是不是真的喜欢她 那得看我是不是真的有戏啊 怎么说呢 只要我舅舅活着 你就没戏 庞小姐这话什么意思啊 我告诉你啊 我舅舅对女人那点小手段 小心翼啊 你是怎么学也学不会的 更何况 她已经走在你前头了 只要她在 你就没戏 庞小姐这话我听明白了 你是想让我要了你舅舅的命 是这意思吗 要不要她的命啊 那是你的事 反正我跟你说的都是实话 庞小姐跟你舅舅有仇 是吗 总之 一两句话说不清楚 没关系 说不清楚咱慢慢慢慢说 我看出来了 咱俩还真是有得了 喝酒 来 喝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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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dividuals 江浩 earth 高跟一起 明天中午又要枪毙李姬道了 不会吧 我跟刘安国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什么不会啊 军车会那边已经准备了 告示都写在纸上了 杨安国不是神经病吗 他怎么能这么干呢 我现在观点都已经改变了 这李姬道现在就不能死 我们对他的调查他刚刚开始啊 他身上的疑点是最大的 应该什么时候的心情 按照这的习惯是过午才能杀人 怎么办呢 不是 到底怎么怎么办嘛 李姬 你昨晚去哪儿了 我们下个气你还没回来 你还说呢 昨天晚上你把我一个人丢在那儿 不然国费让我陪他喝酒 你一直在哪儿啊 是啊 你怕有耽误唱戏的借口 我有吗 那你也不能喝酒啊 咱们现在不是有求一人吗 我想啊这个机会挺难得的 正好跟他说几句好话 真是难为你了 喝完了酒 喝完了酒 又去喝茶 喝到下半夜 就你们两个人吗 后来胡祥跟老林也来了 老林是谁啊 就是这树成啊 小姐 小姐小姐小姐 小姐 不好了 怎么了 又要想必李先生了 谁说的 这告示都贴出来了 一会儿就押赴刑场 路上已经有好多人 准备看热闹了 你昨天怎么跟刘安国说的 这个刘安国怎么这样啊 昨天晚上他什么都没说 快去 爸捆一下你叫我来 说 说 我杀了我们 刘安国睡不着觉啊 说 怎么哭了呀 昨天不是说好了不哭的吗 你就是哭到长城 他刘安国也放不过我们 向左向右转 李先生 请吧 给你添麻烦了 大虎小虎 跟我走 一 二 三 四 六 七 八 三 七 三 七 七 八 七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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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刘安谷昨晚上什么也没说 什么都没说 整个一个晚上竟胡扯来着 我犯了个错 那还有什么办法吗 什么办法现在也来不及了 这是我的车 是从松田那儿收过来的 好车呀 长官 没想到吧 你也有今天 早死晚死早晚死 你也不会偿命百岁 但是我能亲眼看见枪毙 都一样 早晚都是一对黄土 李先生 你马上就要上路了 还有什么要交代的 能办的我一定尽量给你办 有十万大洋我藏在一个地方 想知道吗 太想知道了 可惜你没有啊 你这不过是缓冰之际 庞青云都告诉我了 昨天晚上我把他给睡了 不稳重 14-itar 满家 北方 Regular 澆湾 要问许多天 不累? 刑场在哪儿 在南门 南门外外 时间到了 李先生 到了那边别怪我 谁让你当罕奸了 这是触犯了国家的法度 今天我枪毙你 是代表国家 要怪就怪我吧 我不怕鬼 我宣布 公宣 枪毙大汉奸力极大 立即击枪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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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叔 我不要死 叔 我不要死 叔 我怎么办 你怎么办 我不要死 叔 我不要死 是一个一个打还是一块打 一个一个打呗 一枪要是打不死 再补一枪 是 上头 叔 射击 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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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词曲 李宗盛 我还不过什么 嗯 我还不过什么 嗯 怎么了 一个臭火 报道 一个臭火 再打一枪啊 是 接着 快 等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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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任 刘组司令齐天 这里及到的行刑时间 不听从白岩州先生意见 否则降员程 还停 算了 咱们还是不进去了 给刘安国这个执政官留点面子 怎么 怎么回事啊 我枪毙完了这话 小伙小伙啊 天不灭我 天不灭我 地得 US 地得一千千千千万 地得一千千千万 地不灭我 看见了吗 看见了吗 王八蛋 你是故意放里激到一套命啊 我他妈逼了你 林少爷 你先藏在这儿 往这儿打 什么意思 你知道你刚才扫掉的六颗空弹 什么意思 我关你什么意思 我关你什么意思 李激到不死我心里这口气我出不来 我还一口气没出来呢 刚才那是六颗空弹 加那个经常一颗一共七颗 我是为你林少爷报仇血恨的你知道吗 替我报仇血恨啊 替我报仇血恨你放空弹 可是你蒙谁呢 李激到给你多少钱 说 李激到杀了你们家几口人 七颗 对啊 我七颗空弹在刑场上 一放一颗空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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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连放七枪 我吓破他的男 我吓死他 这场戏安排的巧妙吧 漂亮吗 帅吗 刑场上 一发实战不放 把一个人胆吓破了 吓死他 解气吧 你解气不解气 李激到不是说吗 千金难买 亡人笑 我让他笑不出来 我吓死他 那谁想到白眼周 跑到刘老总那儿告状啊 你想到了吗 这个白眼周啊 白先生太有办法了 这都是看我们小姐的面子 出去可别这么说 他可最怕流言蜚语了 小姐 我们请白先生来喝茶吧 他说过 要请孔先生喝茶的 那好 我请他喝茶 行 那我一会儿告他去 欠了人情 总是要还的 这人生啊 难吃三碗呢 哪三碗 情面 体面 场面 我们还了理极道的情 现在又欠了白先生的情 我说了要早点动手 你就是不听 你给我让让什么啊 这臭嫌疑还真犯了神 说 刘总司令来电报了 他这又说什么呀 他说秦省长已经向他证明 李继道是他安置下来的前夫人员 并让你立即释放李继道 这不胡说八道吗 这还有一份电报 是秦省长给你的 秦省长跟我发什么电报啊 他说 让你转告李继道去省里见他 主任 这李继道一出来非杀我不可呀 他敢 怎么怒发冲冠啊 白先生 你到总司令那儿告证 这你不能怪我 我还要问你呢 咱们俩说得好好的 先不要枪毙李继道 一定要等我调查完之后 对吧 你一边答应我 一边又把他压到刑场 你这样阳奉阴违 你什么意思啊 我什么意思啊 我容不当汉奸 我什么意思啊 容不当汉奸 也不是这么一个程序 我不想跟你争 请你给我开个通行证 我要马上到监狱去见李继道 开什么通行证 用不着 这位总司令刚发了电报 让我马上释放他 你想什么是这 什么时候见的 你们国民政府都一样 全是拿审判海将当儿子 主持人 又怎么了 不事啊 城外几百个叫发子 已经闯进了北门 正在烘墙米铺 不是不让叫发子进城吗 蓝宫猪啊 这人太多了 走走走跟我走 不要说 不太多了 烂墓重他哪能带过了 混蛋 这几个灾民都篮不住啊 我看 哎呦 什么呀这是 不让阿尔冲打 弄了好些个鸟枪 架架 刘先生 金条两颗 刘先生 大阳三白 刘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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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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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小伙啊 来 说 咱们上罚场头一天晚上 我跟你们说的话 跟大伙说的说的 我说我说 我叔叔 你被五花大绑 没武器了 你拿什么杀死你们对手 你们知道吗 笑啊 我叔说了 刀架脖子上 枪对着脑袋 你要用心笑 笑得敌人心发慌 偷皮发胀 小伙 当时你笑了吗 我 我哭了 我都跪地下 跪地下 对 在刑场上 我心里明白 那枪口里的子弹 一下要是飞过来 我就没命了 是不是啊 对于我来说 命算不了什么 面子要紧 我要让他们 从县里 传到省里 一传十 十传百 礼记到 在被枪毙的时候 笑了 为什么笑 一百个人 就有一百种解释 这就是千金难买亡人笑 不瞒诸位说 我这一笑 还真救了我的命 救了我两个侄子的命 我对着行刑那个小子 那么一笑 他毛了 去 打了个臭子 等他卸卸蛋壳 装上子弹 上膛 在端起枪瞄准的时候 就在这个时候 秦省长刘司令的 加急电报来了 要不是我那一笑 那小子一枪把我给崩了 那电报来了也晚了 我都成了原死鬼了 是不是 什么叫烈火见真金 生死出豪杰啊 李先生 这故事啊 应该写在龙泉县县制上啊 还应该写在民国演义上啊 对 是吧 那更不敢了 诸位 大家今天来给我贺寿 本人表示感谢 恭喜恭喜恭喜 恭喜恭喜 恭喜恭喜 别开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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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不要开枪 你们你是谁啊 什么都管 过来 那都是老百姓 对对对 电来电来危险 不要开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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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主任 我就和百姓说 千万不要开枪 千万不要开枪 不是 你以为你是谁啊 是我 我是周睿 新子军的周睿 一别开枪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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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闲闲哪儿好管哪 挨砸了吧 混蛋 我说谁呢 你们束手无策 人家来帮忙 说算道私 你不是那玩意儿啊 对 你怎么骂人呢你 乡亲们 听我说 听我说 怎么不砸了 任你周睿每天都到北门湾去看老百姓 人心都是肉张的 大家千万要冷静 不要激动 有什么事情 我去跟他们说 刘安国 这老百姓是恶极了 要不然光天化日之下 能干这种事情吗 刘安国 我告诉你 这光复没几天 你们要是开枪打伤了老百姓 你负得起这个责任吗 你要是有这个胆量 你就开枪 走 而你什么 你 这是 双兵 今天 我准备做两件事 第一件事 前些日子 我把大家的枪给收了 刘安国 抄我家的时候 没找着 好 所以 今天 我把大家的枪 全部归还 第二件事 大伙 今天的贺礼钱 一共收了多少 一共是 一万两千三百元掌 不少啊 诸位 本人大难不死 还要感谢 白颜舟 庄凤彦 两位先生的大人大衣 他们都是赈灾会的 所以我决定 把今天的贺寿钱 全部捐给赈灾会 好 好 大哥 我跟你说啊 你就别生气了 这个报仇啊 他就得来利索了 回头我找几个弟兄 在县府门口盯着他 得机会就赏他几个担子 你只能这么办啊 田总 这件事呢 咱们得在城外下手 这样容易脱身 我去找辆卡车 藏在北门附近 动了手以后 咱们直接上车 直奔上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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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